哈喽今天是2024年8月19日星期一 欢迎来到美股天天说 大家好我是FX68财经集团金融分析师陈魏 美国股市周一延续涨势 美国7月份的领先经济指标指数下降 但并未发出衰退的信号 这令近期的经济衰退担忧继续降温 帮助倒指是连续5天上涨 那标普500指数与纳指更是连涨了8天 不过本周的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 还是令投资者的精神紧张 如何给今年的降息前景定调 将是周五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讲话的重点 个股方面今天想和大家来更新的是PALOTO 中文叫做麦拓网络 老牌的网络安全巨头 一方面是股价重返高位 正好碰到了盘后公布的最新的财报 另一方面是7月份 Crowdstrike引发的全球范围内 Windows系统的大规模荡机事件 也令人们关心 PALOTO到底是会从中获益 还是也会受到牵连呢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当然首先要知道的是 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 Crowdstrike引发的荡机事件 对于PALOTO还是有利的 但考虑到这次的财报 展现的是截止7月31日的 2024财年第四财机的业绩表现 而这次Crowdstrike引发的Windows电脑 大荡机是发生在7月19日 因此这次的财报 其实还不能展现出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但这次财报中的前景展望和下次财报的具体数据 应该还是能给出一些线索的 先说截止7月31日的这三个月里面 PALOTO的表现吧 照例是完成了一次Doublebit 营收和盈利都超过了预期 虽然说收入的同比增幅12%不及上个季度 但环比保持增长 同时季度营收首次突破20亿美元关口 还是令人们看到了这家老牌网络安全公司 在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的环境下 依然是保持着不错的竞争优势 另外就是净利润飙升到了3.6亿美元 同比大增了57% 环比也增加了28.3% 更值得注意的是 剩余的代理约合同和年化经常性收入 ARR这两个指标 对于未来的收入增长前景是更为关键的 而最新一个季度中剩余的代理约合同的规模是增长了20% 达到了127亿美元 而ARR则大增了43%至42亿美元 那这两个数据的强劲增长表明 Poloto未来的收入前景的稳定性很高 如果下个季度的财报中 这两个指标能够加速攀升的话 或许就能暗示 Crowdstrike事故给Poloto带来了显著的竞争优势 那在前景展望方面 也是基于整个2024财年击败预期的表现 Poloto预计2025财年的收入将达到91亿至91.5亿美元 意味着收入的增速将加快到13%至14% 收入增速的预期加快不仅能够很好的减弱 2月份该公司CEO曾经发布的 关于网络安全消费放缓的消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加上能够逐步逼近百亿美元的收入关口 对于继续提升估值空间就是大有好处的 合理股价方面考虑到最新的收入展望 合理股价可以从之前的320美元大幅上调到382美元 差不多就是之前触及过的股价高位 而考虑到这次财报会议上宣布的额外5亿美元 合计1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 技术面上股价凭借财报突破了342的束缚后 短线依然是有望保持上行的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技术盘面上看 短线依然存在回踩342的风险 但只要回踩站稳了 后面的上行空间就已经打开到了合理股价382美元附近 另外如果我们结合适应增长率PEG来看 现在依然只有1.36倍 在科技股里面属于是较低的水平 预示着除了短线存在机会以外 破位后中长线的买盘重新入场 将会给PALOTO的股价继续带来支撑 令这只股票经历了2月份的大幅波动后 重新展现出一种稳步增长的稳定性 明天在经济数据方面 我们可以关注的主要就是加拿大方面的经济数据了 分别是CPI和零售销售 美国方面没有什么特别重磅的数据 但是美国方面可以留意一下 美联储的两位官员的讲话 分别是亚太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蒂克 以及美联储理事巴尔 而在财报方面 明天有4份财报 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 分别的就是劳士 小盆汽车 富途 以及大型的房地产开发商托尔兄弟 最后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好东西 Seeking Alpha和FX68达成合作 为我们的观众提供专属的折扣优惠 想要掌握投资成功的密钥 可以通过扫描图中的二维码 加入Seeking Alpha的Premium和AlphaPix的服务 为您解锁无尽的财富可能性 另外就是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频道会员 进享更有深度的会员专享内容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收看FX68的节目 更多资讯的请在苹果商店 或者Google Play商店下载FX68财经APP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市场动态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